来源 彭泰新闻 据南方日报消息 9月23日 广东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 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广东省长王伟忠强调 要坚持全局观念 强化系统思维 把准改革重点 统筹抓好改革实施前的工作准备和改革实施后的政策执行 确保各项重点任务稳妥有序落地落实 要强化政策宣传解读 广泛凝聚改革共识 切实为改革顺利推进 营造良好环境 要坚持自愿弹性原则 确保改革实施 真实体现职工意愿 要严格落实 国家各项配套措施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确保改革按照统一标准执行 要有效解决群众现实关切 强化就业优先战略 落实和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政策 保障好劳动者权益 要落实好城乡居民和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政策 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 积极适应群众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持续提升居家社区养老 农村养老等养老服务能力 他还强调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协同联动 主动担当作为 凝聚改革合力 确保改革平稳实施 落地落实 为全国改革大局做出广东应有贡献 近期 多个省份相继召开了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工作动员会 9月21日下午 黑龙江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 动员部署视频会议 在哈尔滨召开 黑龙江省长梁慧玲强调 国家发布的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为我省推进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 要把握关键环节 稳妥有序 抓好重点改革任务落实 要准确把握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重要原则 坚持小步调整 弹性实施 分类推进 统筹坚固的原则 真实体现职工意愿 推动重点任务 稳步有序落地 要全面严格落实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政策措施 坚持一个标准 执行全国性配套政策 加强政策执行效果评估 要有力有效解决群众的现实关切 把扩大就业 作为支撑改革推进的重要举措来抓 保障好劳动者权益 做好养老保障和服务工作 加大声誉支持力度 要大力开展改革政策宣传解读 宣传好延迟退休改革的重大意义 讲清讲透改革的重要原则 主要内容和配套措施 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 他还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协同配合 及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确保改革任务平稳推进 见到时效 9月23日 云南省长王于波 在全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强调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 必须稳妥有力落实好改革重点任务 要精准抓好政策执行 对标对表改革方案 落实好延迟退休政策 完善配套措施 坚决防止变形走样 要有效解决群众关切 抓好重点群体就业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 优化养老托育服 要加大宣传解读力度 把握重点 丰富载体 答疑是货 最大限度 凝聚共识 各地各部门 要周密细致抓好改革组织实施 加强领导 行程合力 确保改革体积不稳推进 会前 王于波还主持召开了 云南省渐进市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专项工作小组会议